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盟军感死队 深入敌后的一个model 这个model呢 今天我们继续上次那个介绍 是这个2D曼普model的下一部分 也就是第10关到17关 这个这个这个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呢 还是就是说这个公众下载点 moddb.com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下载呢 它是一个公众下载 不需要你注册任何私人的信息 手机啊 邮箱都不要 直接点开就可以下 下载了就能玩 也是非常方便的 看这上面它这个更新日期吧 这这四个model的更新日期吧 都是比较近的 都是2018年的 所以呢 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可以去下载这四个model来玩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第三个model的后半部分 我们还是先进游戏吧 这个呢 就是盟军敢死队 这个2D曼普model 官方群呢 是38364 7604 就是说你 你要热衷于第一时间 玩到这个游戏的话呢 可以加这个群 但这个群呢 它是属于一个 嗯 因为Q群把它都属于私人性质的群 要你必须要注射一个私人的账号 一般呢 现在注射都是要你的手机的 当然这个手机呢 不是给这个群组 是给那个腾讯公司的 公众下载点呢 就方便一点 这个关卡这个画面上还是看到了 这老大拿着枪 逼到这边六个人 然后最最特别的就是这个飞行员 在这个里面加了进来 比如说2D曼普里面会 有很多关出现这个家伙 我们继续上一次 上一次我们到了第九关 今天我们从第十关开始 第十关 在这个版本里面 它的挑关密码就很简单了 第十关呢 你就输入这个 嗯 按顺序来说是第十 但是它是从零开头的 所以呢 你只需要输入九就行了 我都不知道第十关 是不是这样 后面是不是十一 我们待会再测试吧 好 这个呢 就是第十关 我们先把这个声音打开 嗯 这个第十关呢 我们曾经打过一部分 但是 从别的那个地方要了一个存胆 我们从半钟蓝腰来打了一下 体验了一下这个关卡 这个关卡呢 要是以前经常玩游戏的朋友吧 一看就很熟悉 这是一个 那个命令与政府红色警戒的一个室内观 这个关卡呢 看着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看着地图是比较简单的 方方正正的一个地图 然后呢 方方正正的箱子 方方正正的路 和那个 原始盟均那种四十五度倾斜角呢 就完全那种直观感受就不同 这个图看着呢 就比那个二地板的一二三观呢 要好看很多了 起码你看到这个呢 还有一点室内的那种效果 不是纯粹的那种 好像 纯粹的那种什么黑白图之类的 这个关卡 一共出场人物是三个 头两个呢 就在这个入口 然后剩下这个工兵呢 现在是被卡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 先说一下这关的特点吧 我们来看他的任务说明 这个小地图呢 就是这样 非常非常之狭障 我们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呢 是 这个套手 拼 O星力写拼接出来的 这关的任务呢 干掉所有的科学家和将军 反正这个PL2D版的任务 一般都是这样 反正就是你把图上所有敌人杀掉 那就肯定没错 本关存在隐形兵 这个隐形兵呢 也是这个 这个 这个盟军这个游戏里面吧 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兵种 你是看不见他的 但是呢 他瞄准和开枪时才会显示 所以呢 这个对这个游戏来说呢 就是 起码会让你至少要多独当一次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隐形兵 杀死以后呢 他就和普通士兵一样了 可以扛走 然后这个隐形兵也同样分了这个 盟军哨兵的好几种类型 移动哨 固定哨 还有笼子 最后还是说 不要以为科学家 坦克维修工人就好欺负 他们虽然没有武器 但他们会去报警的 同样的 这些 这些 这些兵种也区分了短裤槽嘛 也区分了移动哨 固定哨和那个 这关只有三个炸药 但是要炸那么多坦克怎么办 过到的坦克还会出发 也就是说这关要是 你警报的话 基本上你是过不了关的 然后德军中卫洗脑了一个士兵做人体炸弹 也就是说这个士兵 你是可以用来当作炸药的 对啊 这个士兵要是当作炸药的话 你起码要开一枪才能把它打爆 这关有手枪吗 好这关没有手枪 那你就是说这个哨兵 你得用一发狙击子弹才能把它干掉 这个三发狙击子弹呢 你最少得积约一发才行 我们现在看地图吧 因为我们这个关 玩过一次 所以呢 多少熟悉一点 这关的坦克非常非常自动 你光看这个坦克分布就可以看出来 这分布的七零八路 你只有三个炸弹 这下面就算你只用一个炸弹 按道理这下面最少要两个 然后第三个炸弹炸这个位置 然后中间三个坦克 你只有一个这个自爆人 怎么把它们炸掉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坦克这个坦克三个过道的坦克是会出发的 这个关卡的终点呢是隐形兵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哪些地方有隐形兵 像这个地方大家开头看到这个人已经横壁了 想的是没有隐形兵的 但是都是很难说的 我们就用这个视野吧 相当于我们先开了一个作弊器一下 因为隐形兵人是隐形的 但他的视野是不隐形的 你看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或者我们拿这个问号直接在这个地图上到这里 这个地方你看 德军视频就看到了 一般这个作者设计的时候呢 他会在一些鸡脚嘎拉的地方设计一些兵 你看比如这个后面也有一个 这个角落估计也有 你看 所有的地方基本上都有 只要是角落的地方 只要是这种边边角角 基本上就是有德军的 我们呢就把这个作者的这个失落给他摸透了 凡是你看到这个边角是很空的地方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有 想都不用想 你看大处都是有 这边没有 你看这个地方三个空位 我敢打赌肯定是有的 毕竟我都玩过了 这个地方也 这个地方这个文字也很搞笑 这才几个来回啊 金银同志们 这个都过不了关 扬扬枪 这个好像是借鉴了那个狭路针锋的 八关的那个 有一个弹幕在这个长官身上 中尉 这关的四行坦克 这关有无数多两四行坦克 这个关卡怎么说 开局是比较难的 一旦你打到了就是这种位置 打到了这个核实验室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它每个核实验室的那个战术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而且呢 你基本上走不了什么鸢路 基本上 因为只有那一条路可以走 这下面这个地方呢 也是很麻烦的 因为人比较多 而且这些视野是比大家想的要长很多的 这种视野是很大的 然后各种的巡洞哨 还有这种来回走的工人也是很烦的 他的视野瞟动 因为这个坦克吧 他并不是像这个长方形一样 是一个水泥水泥墩子 遮掌的那么严密 你一不留神 他这个视野就会瞟出来 你看他这个视野都 你说这些地方是有可能看到的 这些都到处都是随便走的 这个就很烦 这个也是 还可以往上看 看他这关的任务 这个里面说的 老大公爵从上一关 也就是我们那个忍者神归关 下到这个地方来 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德军的秘密生产地地 然后呢 德军研发了他们的 他们的王牌武器 隐形士兵 但是呢 这个赶死队呢 发现好像对对付这个隐形士兵的科技 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呢 只好决定先逃亡吧 因为实在没法 于是乎 这个关卡呢 游戏呢 就可以开始真实进行了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狙击手只有三发指的 但是我们最后打爆这个自爆 自爆人呢 你最少要用一发 也就是只有两发子弹 你只有两发子弹 在这个地方可以 就是说过关的之前 你可以用 两发子弹 可惜这个不是一个连续剧游戏 这个盟军感死队 如果全部关卡是一个关卡 那么你前面省的子弹越多 可以带到后面来的子弹就越多 可惜他这个盟军感死队呢 不是连续剧 是属于系列剧 每一关开头 让所有的东西都要重置 现在我们 来随便看一下吧 这个开头也是很麻烦的 就这个开局都是很麻烦 这个人他把这个地方视野手死了 你怎么也得把把这个引出来 把他干掉吧 他是一个固定 他是一个移动哨 但是呢你得拿 丢一个尸体才行 所以呢要先把他 我们得先搞一具尸体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移动哨 那就想都不用想 就是他了 引用器放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一开 好吧这个开样子还得躲一下 我们就不打吧 我们就直接说算了 嗯 这个地方放一个引用器把他引过来 把这个人引到这个地方干掉 然后扛起他的尸体 然后在这个位置放下 把这个人引出来 继续把他干掉 然后把这个干掉 这个地方有个引机名 但都是背对到我们的 所以呢这边这一片吧 我们就应该都可以解决了 虽然说他这个来回走 但总有时间差给我们完成的 这条线解决之后呢 好像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地方麻烦呢就是 这个好像这两个人我们也可以干掉 但是呢有点麻烦 因为这边毕竟有这好几个人在看守 我们假设就是 这一大部分我们已经打完的话 这个人也干掉 这个移动哨 我们也算干掉 这里面两个 这么多人我们都算干掉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 然后我看公局 公局有这个 这两个人也可以干掉 等这个通道我们直接就打通了 哦还得利用这个时间差 我们一口气要三杀这个地方 我们一口气要三杀这个地方 一口气这个地方需要三杀 趁这个人在这边的时候 你用这个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是可以完成三杀的 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只是需要一点耐心 点开局吧 我们就这个地方出来就是有好一条路可以走 好吧 好吧这条路是死路 这条路我是过不去的 这个爬上来的时间是显然不够的 又不能跑 哦这个要转弯 那我们这个地方 有可能一口气跑上来 反正说这个开局吧 我们可以直接打到这个通道 然后这边呢 好像也是可以的 虽然说这么多的隐形哨兵 但是这些地方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引诱的 这关我们有引诱器 这个地方一放 他就引诱过去了 像这些烧饼 哎这个地方没有 那这个地方直接就可以打过来了 这些都是可以干掉的 这个视野这么慢 直接干掉 好这个下面我们也可以打进来 好这四个是很烦的 你看走得方方正正 这种绿色的玩 只要就是手里有引诱器 或者有这个尸首了 就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大概看一下了 这个后面就不好分析了 因为这个前面是很难打过去的 至于他每一个这个就是核试验试玩 就反而显得简单一点 你只要多看一下就肯定能找到办法的 这个关卡到蓝点呢 应该就是说 你如何如何到达这个核试验室 到达这个核试验室呢 就会非常的简单 然后最后到蓝点呢 就是说这个坦克如何就是 只有四个炸弹 只有三个炸弹加一个自爆人 这个地方有一个德军自爆人 我们一共呢 就只有三个炸弹 这下面你至少要用两个 然后这个坦克最后他出发的时候 你实际上会发现他们就是说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汇合的 如果他们由于这两个坦克 这两个坦克 他们两个是时间差是刚好错过的 所以呢你得先利用那个 人肉战术吧 因为被坦克看到的 他这个是不断被发现的 你就利用这个坦克战术 来就是实现他们 就是说阻拦一下 然后让他这个地方多耽搁两秒 这边他就多走两秒 最终的话你就可以让这两个 就是说对角线巡逻的坦克变成 挨着一起走 然后再和他的实验再凑一下 然后干扰他的实验 最后实验这个坦克都绕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也刚好到达这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地方把制暴者 用引游器把他引到这个地方 一枪打爆 然后三个坦克炸掉 这关的这个大坑丹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德军制暴者你是不能把他杀掉的 不能让贝里帽在背后捅他一刀 捅他一刀他不会爆 然后呢你还把这个炸药浪费掉了 所以呢这个制暴者你得留到最后 炸坦克的时候才能去用手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是 最后这个地方 这个车里点的这个 这个车里点的这个人把 比较的 比较的就是站位把有点很坑人的 你得想很复杂的战术来 就是说不是那种简单战术 一眼能看出来的 搞不好就是说你要好几种战术 一起把它就是 处合起来然后才能把这个地方破解掉 这个地方这些 这些就是这种 这种 坦克维修工把坦克手 你得挨着挨着测试 看哪些是移动哨 先把他们引走 你要是没把这个 这个还是德军军官 你看吧你想不杀人过关都不行 他有些隐藏的这种普通的 他实际上是军官级别 你也必须要干掉的 虽然说这个还没说军官 但是将军估计 反正你 你不把这些军官杀掉 你要想靠近将军的身边也是很难的 哎这边还没有军 没有将军吗 将军都在那些地方吗 哎这个地方还真没有将军 这个将军在哪里呢 我难道都在核实验室 哎呀果然将军你真是啊 身先士主自己站在核实验室 证明这个地方没有辐射 这个德军啊还是比较那个的 当官的就跑在第一线 密密麻麻的 这这个地方有个当官的在偷懒 你居然躲在这个地方 别人都别人都在那个核实验室 你这个将军居然在这个集装箱 这个地方偷肩耍滑 你看这些将军都是在这个核实验室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集装箱 看来里面也是装着核原料 被这个将军看守住的 就像007里面那个将军说的 这里面是高纯度的爆炸物 你们得24小时也没看守 好吧这个这些将军我们基本上都看到了 所以啊每个核实验室你是必须要去的 然后这个全关呢只有两发军机子弹可以用 所以说这一关的难度呢就变得很慢了 而且这一关他给你说了的 你是不能触发警报的 触发警报之后这三辆 这三辆坦克就启动了 你基本上就过不了关了 因为炸弹你炸弹是一个荣誉都没有的 这个关卡呢我们就接受到这个地方吧 喜欢玩这个关卡呢可以去打 但是这个关卡难度是很大的 光是看这个小地图吧和实力坡有的一品 实力坡的密度估计和这个关卡差不多 这个关卡就光看这个小地图来说吧 估计 连坦克在内吧 估计可能也有300人左右 实力坡估计将近400 400人 400多人吧 这个红警这一关估计有300多人 300人左右 所以说啊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能把这一关打过去的 这个呢就是第十关 红色警戒 蓝点呢就是那个隐形兵 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人 但是隐形兵呢只是坑你一次 一次性的坑 但是其他东西就很难说了 我们看下一关 这个跳关密码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正常的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第十一关我们就输入十 你看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 我们现在到不了十一关 十一关的那个 他由于这个是深入迪后的版本对吧 我们呢就可以用那个深入迪后的那个 那个密码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我随便说 我随便乱乱七八糟数几个 不知道会会产生什么效果 他这个我再乱乱乱数一个 难道都是第一关吗 来开箱子乱数都是第一关 那这个我们先到 先往后走 数十一就是十二关 好吧这个是十二关 我们那个十一关我就不管他了 当做一个隐城关吧 既然我按不出来 我们就只有打到这个地方才能解锁 这个是十二关 这个十二关 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图 是不是有点 大家看这个地图 是不是有点熟悉了眼 没错 这个地图就是仙剑奇亚传十里坡的 高清版或者说9898柔情片的版本 这个地图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他和那个第七关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关吧 第七关十里坡 第十 第七关十里坡的小地图 大家看到没有 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关卡呢 他就在这个路中间吧 把那小块三角形的草丛 换成了这个大石头 而且这个作者极度偷懒 所有的大石头一模一样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然后路上多了一些帐篷 帐篷也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这一关好像还多了一点 二地板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 多了一棵树 两棵树 三棵树 四棵树 五棵树 六棵树 七棵树 八棵树 九棵树 这一关还在这个山上呢 种了这么多棵树做绿化带 而且这些树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关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出场了哪他傻 但是他的声音呢 明显就是这个飞行员的声音 或者说这个情报员的声音吧 我们看一下他身上是什么东西 他居然是 你居然是间谍属性 好吧 这个哪他傻 居然是间谍属性 好吧还真能指挥人 这关是两个人的关卡 我们来看任务 仙剑酒吧柔情版实力破 这关呢反正还是清场 这关的剧本呢 是老大带着哪他傻到实力破交友 然后又碰到了德军 这一关需要手动把头像 头像文件换成哪他傻 然后老大没有带武器 所以他只能捡取隐身的夹子 这关的夹子一共有五个 早一点拿到了 就可以一次性杀很多的人 引游器使用后得赶紧收走 如果被敌人看到会开枪 本官将军很怕死 所以他叫了六组巡逻队 而你的任务就是干掉他们 一段警报响起会被敌人瓢到 将军都会跑掉 这关的任务呢就是说不能出发警报 然后呢要把将军杀掉 将军刚才我们缓过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 在这个位置 德军将军 德军将军在这个地方 他的逃跑人就是这个门 这个门里面估计又是一个密道 这个战防是可以进的 夹子一个 野生夹子 夹子两个 好夹子三个 夹子四个 夹子五个 好吧 这一关就是五个夹子 而且掉落在地图的边缘 这个实力坡地图 他做了一些这种小的这种 就是模拟的视觉错觉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实力坡呢就有一种 山山的感觉了 这个右下角呢是三角 这个左上角呢是山顶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从山顶一路 倒着打下来 和那个第七关呢刚好相反 这关他相当于这个是没有独阵的间谍 所以说啊我们这关 在这个二地板里面吧 好像就 以前一二三四五 五 哦 第四关的时候出出出出出出出过间谍 这个呢也就相当于第四关的那个间谍 这个哪他上也是没有独阵的 第四关那个间谍也是没有独阵 这个老大开局没什么说的肯定是剪引诱器 然后躲到这个石头后面来 好吧这个就被这个石头遮挡住了 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2.5D的关卡 但是他这一关这个游戏这一关的本主 大部分呢还是二地 所以呢他还是坐在了这个二地板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居然还看到了引诱器 被自己挡住了居然没有发现 好吧再把引诱器捡回来 现在贝雷帽呢也算是 相当于是公兵和贝雷帽的合体吧 他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这个人可以被引诱器引过去 我们就可以在这后面干掉 然后这个人也可以引上去干掉 然后这个人就 这个人就可以随便干掉了 这个人也可以干掉 所以说这个关卡开局好像是一目了然的 非常容易 这个关卡开局之后 后面的看起来呢就很一般吧 因为总感觉这关人好像比较少 诶果然你看 这关的人稀稀疏疏的 和那个十一波的小地图比 完全就是少了一半的感觉 这关这关因为他多了这么多东西吧 多了帐篷和石头还有树子 这关的人呢应该是少了一半 所以说这关的难度呢就很简单 只要你能打过那个第七关十里坡 打这个十二关应该是 就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肯定能够打过的 你想吧第七关 你连这个就是说半个间谍都没有 这关里还有间谍 这这这难度可想会减得好多了 然后又有五个夹子 这是多大的牛逼啊 五个夹子一口气 都可以干掉 直接可以杀五人巡逻队 然后这个地图下面好像有两队 两队五人巡逻队 这种三人的巡逻队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三个夹子一口气夹掉 这关这个看着呢 这个难度好像前面都不打 前面应该都是按不就办 一点一点的就这样突破过来 难度难度看着大呢 应该就是最后这一坨 最后这一坨难度呢 看着就应该比较大了 首先这个将军把这个路封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五人巡逻队 五人巡逻队只在这个地方走肯定不行 你得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然后在路上一口气放上五个夹子 然后这个巡逻队冲出来的时候 一口气夹子五个 而且而且还必须把这两个巡逻队 分开不能让这两个巡逻队同时 同时冲上来 因为没有十个夹子 大家看这个地方没有 这两个巡逻队基本上都在一个地方 你要想把它们分开实际上是很难的 估计这个这个时间差是很短暂的 要把它们 要等到这个巡逻队走到最下面 它走到最左边的时候 然后 你还不知道在哪条缝里面 只能引诱一个巡逻队 估计就是这边这条缝吧 把这一堆巡逻队引上来 哦 忘记了 这关有引诱器 那就简单一点 可以随便引 这一堆巡逻队 这个 这个地方放一个引诱器 然后这边路上放五个夹子 好像这边还放不了夹子 这个地方还放不了五个夹子 只能在这后面 这后面要被它看到 所以这个地方也不行 还得把这个 这个巡逻队 巡逻队引远一点 用二级引诱 这个地方开一下引诱器 捡了马上走 走到最后面来 然后这个地方放五个夹子 一留言 这个巡逻队过来看夹子 你在这个地方再开一下 它又过来看 所以说只要能打到这个地方 这一关就很容易打过了 所以说这关是 应该没有什么难度的 中途虽然说看了 但是好像绿衣服的都要多一点 也就是移动上要多一点 这关最最重要的 我们得先去收集夹子 现在开局是送了一个 然后这边一个 这关的按道理 就应该是历史扔道丸 历史扔道丸 然后直接就可以拿到两个夹子 相当于身上就有三个夹子了 然后三个夹子之后 再回来 然后再从上面打 再这样顺势针打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四个夹子 和最后这个五个夹子 然后再来对付巡逻队 这个呢就是先历史扔 然后再顺势针 这样打呢 就容易把五个夹子拿到 如果你先顺势针的话 这个第二个夹子要打很远才有 这么远一个 但这边这个直接下来就有 所以呢 从这个地方直接打下来是最快的 然后继续往下打 要从这边绕过来 但是看这个兵力部署 实际上是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 是很少的 这个小地图看着少了一半的红点 当我们最后把这些红点全部消灭的时候 这一关就过了 这个呢是实际坡 我们看下一关 这个是十二关 我们就看十三关 十三关呢 是一个这个 有点卡通类型的吧 但是这个画面看着呢还是蛮细腻的 这一看是个沙漠地图 这个片地黄沙 当然也有绿洲 诶 这这这这这这这什么玩意儿 德军军官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开局就冒出这个玩意儿来 这这这是一个坦克啊 你居然给我说他叫德军军官 还真叫德军军官 德军军官 这有点搞笑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地图吧 这个大地图一看呢 这这个就好像在一个那个 城市里面 然后这个城市里面呢 有很多房子 有些房子呢 是可以进去的 里面好像摆了很多张堵桌吧 这边是玩这个老虎鸡的 这边呢是玩这个好像多地主吧 然后这边几个休息室 这这这这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看 啊这边是古玩室 这是 古玩室 然后这上面是 看看这个黄金是不是真的 然后这边 这个地方进不去 这个地方看书的地方 好这个地方又是打麻将的地方 啊对中间还有一个台球桌 台球室 我们看一下这关的人物呢 贝林茂 然后是正牌见底 哎终于见底你什么都有了 好难得啊 这这这见底终于一次正式出场 有独争有军服的见底 那才叫真的见底 好然后这个飞巨人又他妈的被关了 哦耶等于这关还是只有两个人 我们来看任务吧 这有小地图一看呢也是一个城市 好13关也是套神提供的地图 这关的任务和以前一样 干掉所有人 很多人以为见底有制服和独争的关卡 就特别简单 那你试试看呢 地图比例放太大了 实际上没觉得这个地图多的 啊这关的这个意思是 如果警报想起触发巡逻队被发现 警报的时候触发巡逻队 如果触发的时候出四个无敌炮丑 我刚才开始看到的那个是炮车 相当于坦克而且是干不掉的 所以呢 但炮车不需要我们干掉 这个过关任务不包含炸掉这个炮车 飞行员有五个打火机 快速箭F 遇到困难可以炸油桶开路 但是炮车你是炸不掉的 这关又引入了遮挡 小水池仙人掌是半遮挡 紫色花虫可以常立 老大可以故意在门口被二人巡逻队 抓入狱再从内突破 也可以从正门潜入 如果故意被抓半路上被其他士兵发现 也会触发小炮的时候 间谍伪装成园丁 高级军官不会理你 而且高级军官发现异常也不会大叫 五个打火机对应五个油桶 可以节约油桶 这关的任务他已经说了 你可以触发警报 触发警报不会死胆 只要不被敌人看到就行 因为你一旦被敌人看到了 他就会出无敌的炮车 你就拿他没办法了 但是警报就无数位 警报只出巡逻队 但是这一关给了我们 他说给了五个油桶 你就可以把这个油桶炸掉 然后直接把群人都给炸死 我怎么只看到一个油桶呢 这个地方一个油桶 这个地方一个两个 三个 三个油桶 哪里有五个油桶呢 四个油桶 还有一个油桶呢 哦这个外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五个油桶 那这一关估计就有五队巡逻队 这一关应该就有五队巡逻队 我们重启一下 看看哪个 哪个人被发现了 先看老大 老大你在哪里 哦这个位置 老大在这个位置 被这个人看到了 怪说不得 开局就出发了 炮车 六号呢 哦六号穿的是这个管理员 园丁的衣服 这个园丁居然能够 能够指挥普通视频 也是很牛逼的 这个炮车我干不掉 我们重启一下这一关 然后让一号赶快埋地 好一号现在埋地了 这个炮车现在不会出发 被敌人看到才会出发炮车 警报了都无所谓 那这一关不说了 被敌帽起来 用时间差干掉这两个 这两个呢 拿间谍定一下 把他们定在一条线 被敌帽就趁机溜到这边来了 被敌帽趁机溜到这边来了之后 这边这个3-3-3-3组是防不掉这个建列和贝列帽两个人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直接进来了 进来之后可以选择往下 或者从上面走 上面走好像不可能 这个人看的太实了 从上面走看样子是不可能的 只能从这个下面 很多人也不可能 只能从这个地方进来 或者就直接被抓进来 但抓进来会被敌人看到 然后又会出发炮车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拐弯进来 就只能在这个地方下手 埋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个人干掉 这个人也不能干 上面还有一个看他的 只能埋在这个地方 然后想办法溜进来吧 这个应该没人看吧 这个我们有机会直接溜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想要想办法把这个房间先清理掉 这个是一个安全屋了 这样就把这个房屋干掉 这他妈什么坐着 你这个房屋 门干得掉 开玩笑 这他妈看 这 这还是一百五十度的哨名 但这个人又只有 三十度或者十五度吧 二十度 也不知道有多少度的视角 但是四个哨名 见点也把它转向 但这个人还看得到啊 只能转一个人的向 那这两个得先引出来 这个我在门口杀一个 扛回来把它引出来 这个引出来之后 我把这个钉到后面去 这个咋办呢 这个还是看得到 哦 这个是笼子 但他不是啊 这个也不是啊 嗯 这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溜过来 好像溜过来都没用 哎呀这两个还是互保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全是笼子 我引诱器也没有作用 这个引出来 哦对 引诱器放这个位置 引诱器放这个位置 可以把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全部朝上 然后我在下面丢一个尸体 这个就引出来 把它干掉了 嘖 因为他这个位置看不到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人钉到这个后面去 钉到这个后面去之后 我们利用这个视野叉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小的视野叉 我们在这个地方丢一具尸体 先放引诱器在上面 然后这个地方丢一具尸体 这个呢被我钉到后面去了 然后呢 他看到尸体就会跑过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干掉了 干掉他之后 这个也被干掉 这个也被干掉 然后这四个人 你看他们都是粮粮保护的 所以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就可以把对面那个干掉 所以说这间屋子 让我们就全部突破了 这间呢就成为我们这个 进入这个 这个城堡的第一个安全屋 这有一个安全屋就简单了 这下面两个移动舱也可以干掉了 然后这边的 这个把它定住 然后这边几个基本上就解决完了 因为你看这个上面下面 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是看这边的 这边这些坨都解决完了 这个也可以干掉 这个干掉之后 上面好像还是走不了 上面这个彻底走不了 只能往下走 再看一下任务呢 任务是救飞行员 我们得溜到这个地方了 那间谍不能开局 我们这个间谍开局就去救了 我们这个间谍开局就去救了 诶 你可以救啊 我们开局就把飞行员救了 能救吗 我们看一下 好吧 救了我跑不了 救了飞行员我跑不掉 这个地方救了飞行员跑不掉 我们存个盘来模拟一下 看看飞行员会不会被打死 啊 怕车直接出来 这个话呢 等于还是贝雷帽和间谍两个人的关卡 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个地方原生就有两队 三队巡逻队 四队巡逻队 这四队巡逻队 我们用借铁把他们时间插进一下 定成一队 这样我们中途做坏事的时候 就可以节约很多很多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 应该是从这个地方打一个历史刃 历史刃打上去 这一关每个房子应该就是难点 这个红警官的房子好像看着很简单 但这一关的房子好像看着是很难的 这个房子看着难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然后这间房子看着就很难 门都差点进不去 把它钉住朝后然后趴进去 趴进去 从这个人的身后绕上来 哎这个好像还绕不上去啊 这时间不够 还得先把这个干掉 这个没干掉之前 我们这个地方绕不上去了 从这边绕的话 好像一点可能都没有 从这边绕一 这边是肯定没可能的 只能从这边走 这个怎么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得把它引到这个外面来 在这边放引游器 这两个把它引出来 把这个引出来 这个油桶啊 这个贝贝猫盒那个是没有手枪的 它是不能用的 得借助于这个情报员 甚深的打火机把这个油桶点爆 所以说先救这个情报员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 要是这个地方把这个油桶打爆 这里面的一二三四个移动哨 它们就会全部出来 出来之后这个地方就很简单了 一下子就进来了 看这间房呢 这间房如果我们无视掉这个所有的移动哨 比如我打爆这个油桶 这些移动哨就全部跑出来了 然后我贝贝猫伏击在这个门口 出来一个杀一个 出来一个杀一个 然后这个里面有间谍帮忙的话 这个门随便进 门随便进 我进了门之后 我进了门之后 哎呀这这这好像 哎这个油桶搬搬近一点 直接把这个人给扎死 这个2D地图这个爆炸效果是可以穿墙的 所以让我们把这个油桶搬到这个位置来 把这两个人一起扎死 扎死之后呢就会想警报 但是我们已经无所谓警报了 这样 嗯 扎这扎这这边的人好像划算一点 好像扎这两个只能扎这两个 这个这个已经引走了 这个地方怎么会进不去啊 怎么搞的 这个间谍把他钉到后面去 然后这个人怎么办 可以跑进来但是没地方藏啊 哦可以藏在这个位置 跑进来藏在这个桌子底下 我们有一点机会了 趁他看下去赶快爬下来 这个然后里面这个就简单了 只要能进来这个房间就解决了 最简单呢还是用这个油桶吧 直接在这边引爆 扎死两个三个人 这连这种三人组就是非常的简单了 看到这种三人组很难 实际上他是有缝隙的 不是不动的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没看到 两个人就好解决 毕竟有一个间谍嘛 剑底要是用了那个定身技能 就没就没法用毒针技能了 这个呢 等于还是只有一个角色 不是两个角色 这边这个花虫大家看到没有 是可以隐藏的 好这个员工又走过来了 但这个是敌人 也不能让他看到 看到又有炮车 然后这间是古董房 把这个人定到后面去 然后呢我们被列帽冲进来 杀这个人来得及吗 哎呀你这个不是搞笑吗 我进都进不来啊 先把这个人定住 然后我爬进来 爬进来再把这个人定住 然后我爬到桌子后面 爬到桌子后面 然后呢我再爬到这个桌檐这个地方 然后冲上来把它定住 我又继续爬 又爬到这个位置 然后又直接上来把这个 把这两个人杀掉了 这两个移动上呢 我们先在外面 打 点一个点一个那个油桶 把这个巡逻队一起打爆 然后这两个人 听着声音就会跑出来 然后被人把埋伏在花丛里面 就把这两个干掉 所以呢这个后面 这个就简单了 现在我们营用掉两个油桶了 这上面这间房呢 我们是可以干掉了 这间房 这个我们已经杀掉了 哦那这外面这三个人 我们还不能杀啊 还得留一个 让他在后面看到这个尸体的时候 大叫一声 把这个人引出来 把这个人引出来 把这个人引出来之后 这个里面我们才能随便进来 把这把这几个干掉 只要把这个人定住 只要把这个人一定住 没有这个人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冲进来 一口气就可以杀掉这边三个人 这个应该看不到吧 哎呀你还看得到 难道这个地方又要用油桶 把油桶搬到后面来 把油桶搬到后面 搬到这个位置 然后间谍定住他 然后 然后这个油桶打爆的时候 然后被油桶冲进来 把这两个干掉 然后再把这两个的尸体扛走 然后这个时间应该是够得了 接着呢 把它定住 把这个定住 这个又咋办呢 定住这个 定住下面这个 然后我们看他的视野 把他的视野有空 我们就可以直接溜过来 我们就直接可以溜到这个地方 然后爬下来 然后绕进来 先把他杀掉 这个房间也要一个油桶 现在已经用掉三个油桶了 还有两个油桶 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屋子 这个外面 这外面这些我们随手一看 是可以很简单突破的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去分析战术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间谍在里面 这个间谍把这两个干掉 把这两个干掉 这个进来是很容易的 我们就直接分析这个抬球试算了 这外面都是有间谍 是很简单的 抬球是 抬球是也简单 在外面随随便便哪个地方 引爆一个油桶 在这个边缘的地方 引爆一个油桶 速度扎持里面三个人吧 然后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个移动扫把 他都会跑出来 然后间谍或者背的帽在外面一口气杀掉 里面呢就只剩下这个 只剩下这个固定哨了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拿那个 嗯 这边再放一个油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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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边开一枪 他们两个转过去的时候 间谍里面定住一个关键的 然后背的帽在这个地方 埋伏一口气杀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看着人多 实际上这个固定哨没几个 关键固定哨没几个的 这个地方一个 把他们时间调一下 这两个时间也调一下 所以说里面相当于只有三个这个移动哨 是可以很容易杀掉的 杀完之后就简单了 这四个人间谍定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爬上来 就可以一口气从背后杀了 所以说这关五个油桶呢 我们这个好像还是一目了然的 五个油桶还是一目了然的 最后呢我们就从这个笑脸过关 这关的那个终点呢就是说 你可以触发警报 但是呢不能被那个 不能被敌人发现 触发警报呢只是出巡捕队 但是呢他不会出那个 高级 那个无敌炮车 巡捕队就简单 每次我们要用那个油桶的时候呢 就想办法把巡捕队引进去 连巡捕队一起炸死 而且这个关卡是有这种 就是说安全巫属性的EXIT 我们站在这个门边 也是很容易把巡捕队干掉的 所以说这关巡捕队不叫事 我们就不管他了 这一关呢就放心大胆的 把尸体随地乱扔 反正看着报警又不会出其他的 但是呢还是要把这个地图 就先清理的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说把这个外面的这些走廊啊 什么清理的 只剩下这些房间的时候 然后才能去出发警报 不然的话 这个巡捕队如果出来巡捕了 你这个外围基本上就清理不了了 这个呢是这个石山关 这个沙漠关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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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乐城吧 最后我们从这个地方跑就行了 我们现在看下一关 十三关 十三 现在是十四关了 好这个是十四关 十四关呢我们是打过的 这一关呢叫纳税赌场 上一关呢是余乐城 这一关呢就是纯粹的赌场了 没有什么抬球了 没有什么鼓玩了 进来就只有一件事 大家就在这个地方玩几把吧 这一关我们打过了 这一关我们打过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 有一辆摩托手 这关的任务呢就是让斯妮 这个司机 这个司机你看 又有枪又有鲁 这个贝利帽一看呢就惨了 只有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情报员更惨 他的军府呢在 在进门的时候被红外线识别掉了 所以这一关呢没有那个了 没有军衔了 只能自己走 而且呢 他居然配了一把手枪 看任务吧 我们先看这个小地图 这关的这个密度呢好像不是太大 估计也三百人左右吧 因为这个地图尺寸比较大 这个地图尺寸还是蛮大的 看着不大实际上尺寸是很大的 你看这个尺寸比我们想的要大 看任务 好了这一关呢是 也是套神提供的地图 然后任务呢是干掉德军军官 好任务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本关的剧本打法就是爆枪 这关没有其他任何的就是坑了 相当于作者的坑这一关是没有的 你的任务呢就是不管你怎么打 反正你把敌人弄死就行 这关这个情报员呢它是只有军服不是间谍了 所以呢它没有独争 然后呢还偷了一把手枪 所以说这一关这个情报员就成了主力 因为它可以潜入敌人的背后 然后对着敌人的脑后来一枪 但是这一关有些特殊处理 所有的室内的里港兵是不会跑出来的 所以你不要想在外面开枪 把室内的那个移动烧给引出去 同样的室外的呢也不会跑进去 这一关呢有兵营 所以呢会出巡逻队 但是呢外面给你准备到一辆武装摩托车 和一颗雷 另外还有五颗雷 相当于这关有六颗雷 然后还多了一些服务员 服务员呢是中立性质 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杀他 本关的剧本就是用武器 这一关呢我们因为是火力拳 大家可以随便玩 所以呢这一关我们杀人如麻 当时我们打的时候 这一关也是非常简单 只用了一次就把这一关给打完了 这一关的开局目的呢 就是想发射法来把这架魔龙车给抢到 司机开局就有冲锋枪 所以呢也可以狠狠地打几枪再说 我们最简单的路线呢 就是从这个孙时针 历史针好像都一样 你只要绕过来了就行 他这些呢都没有给你封死 你都是可以绕过去的 就说你想办法冲过来 然后和敌人拼枪就行了 只要抢了这样 魔龙车你就再也不惧怕什么了 而且这个可恶的是 这个魔龙车军还可以开进来 开到这个室内了 这个纳粹独上还是有点搞笑的 中间这么多舞女在跳舞 盖世太保 将军 德军秘密警察 这个是移动哨兵 这个是德军哨兵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一圈人没有 这个是步枪移动哨 这个呢就是冲锋枪固定哨 这个是盖世太保 这个是将军 这个是秘密警察 然后呢这个是冲锋枪移动哨 这个是步枪固定哨 相当于两个固定哨 两个移动哨 然后加三个大人物 这三个大人物 盖世太保 秘密警察 将军 然后这边这四个人坐不住啊 他们三个很了不起嘛 我们也是和他平级的 所以说这个赌场里面一看呢就是 主要服务于这些高级军官的 你看这个地方又出现一个人 德军指挥官 以前没有看到过的 纳税赌场果然只招待高级军官 像什么普通的那些低级军官就靠一边去吧 然后这些低级军官说什么啊 我们也是可以进来玩的 这个地方是不看不看关节 只看钱的 我们有筹码就能在这个地方玩 你看这些普通的士兵 也和这个高级军官在一个地方玩 一个地方玩牌 但是你说这些小兵敢赢他的 敢赢他们掌握的钱吗 估计是不敢的 只能故意输给他们掌握 然后蒙求一个好差事 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中卫 好吧 这一桌看样子是平民的赌桌 一看这个赌桌的档次就少了好多啊 就两个小台子 然后这种大台子呢 就至少有一个军官 好像这一桌也一般 这一桌军阶也很低 像这种大台子 哇操 这个地方就牛逼了 德军将军 秘密警察 盖茨太保 将军 秘密警察 这一桌看样子是最牛逼的 堵得很大的 这个台面上的筹码都放满了 其他那些桌子 都没什么筹码 稀稀疏疏的几个筹码 好这个左下角呢 我们看到没有 这个呢就是赌场的一个行政部门吧 这边一个办公室 然后呢这个是吧台相当于兑换筹码的地方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金库 然后金库呢还有一大堆的账本要算 这边呢就是保险柜 在这个算账的地方也是有很多高级军官的 秘密警察 盖茨太保 秘密警察 将军 然后呢还有一些低级的军中尉 加上几个就是普通的池江安保人员吧 这边有一个特殊的服务员 居然带着红袖章 这个搞不好就是元首派来卧底的 看看你们这些下面的人 有没有贪污腐败 偷偷摸摸的转移财产到国外去 嘖 嘖 然后这个元首说 我咱们在这个赌场开这么久了 为什么真金白银一坨都没有看到 你们到底给我拿到哪里去啊 嘖 你这个金库里面一坨金子都没有 好吧 这边几个呢就像一般的休息室 然后这个呢就是厨房 这个厨房呢大鱼大肉大家随便吃 就像最近有个美国富豪 他做了一个调查 美国富豪破产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大吃大喝 也不是坐吃山空 像目前人类这个发展来说 只要就是说你一家人 嘖 一代人努力吧 你基本上十代人吃好玩了是 足够了的 嘖 当然中国是例外的 你中国这个 嘖 好像是比较特别 就算你一代人再怎么努力 你下两代人还是得去拼命 嘖 所以呢有那么多中国人要拼命的移民 移民到外国呢 苦一代人就可以幸福九代人 嘖 那是很划算的 吃喝玩了是 是用不了什么钱的 所以呢 这个拉税赌场就拼命的吃啊 拼命的喝 嘖 所以欧美人长得都比 亚洲人要强壮一点 像他们欧美这些地方 两百两百斤的人 那都算瘦的 像中国呢 那就胖的不得咬了 估计亚洲只有金正恩将军有那么胖 嘖 然后我们看这个右上角 右上角呢 就是一些宿舍了 嘖 打牌打内拉 然后客观里面请 这里还有上好的 嘖 上房 你看这些房子也是布置的很好 还有一些瘦皮啊什么的 全都是高级房 这边是单人的 嘖 然后你们两个一男一女来呢 这边还有双人房 嘖 这间房好像是最大的 贵宾VIP 然后这边也是有几个房间 都布置的看上来是很不错 然后这个白色的呢 就属于安保人员 守在这个入口 闲儿墨镜 然后最最牛逼的就是外面这个地方 这个赌场守卫生眼 外面的这个市民守得严严实实 你要想从这个大门进的话 得出示你的VIP证 要是出示不了的话 这个大门你是不要想进去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种谍战片 特别是零零气的电影 大部分呢都是从那些偷鸡摸狗的密道 比如啊厨房后门啊什么排水管道啊 这些地方溜进去的 这一关呢也不例外 我们这个厨房的后门是我们唯一的进去的地方 你不要想从其他地方进去 这一关看着给了玩家很多好处 但是呢还有玩家埋了一些坑 这个坑最烦的呢就是这种窗户 全都是属于落地窗户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铁丝网属性 而不是那种就是说 有一半遮挡 你趴着看不到的那种 这完全就是一个铁丝网 这个直接就可以给你看穿 这样一导 导致你在这个窗外吧 你还得担心这个室内的人看到你 而且这个这一关的窗户呢 又是大数都有 随便一个房间就这么多 唯一没有窗户的呢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金库 金库是没有窗户的 凡是有窗户的地方呢 大家基本上就不用去偷了 里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要偷东西呢 只能去那些没有窗户的地方 金库啊这个就是 这个赌场呢 肯定少不了这种娱乐活动 一些跳舞的舞女男就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跳舞 然后呢外面这些打牌打输了的 或者打赢了的 或者打累了的 或者闲来无事 路过这个地方的呢 就来看一看 这些舞女的跳舞 哎还这些舞女不错 我再站在这个地方待一会 然后呢这边这些舞女就吸引了很多人 这关的舞女啊设置的是中立属性 相当于是被被强迫的本地平民吧 在这个地方跳舞 所以呢这这关这些舞女连事也都没有 非常非常之可怜啊 所以打仗的时候一定得跑离战争的区域 躲到山山老林都好 不能在不能在那种战区停留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战争那么多打仗那么多难民要跑的原因 这关的难度很低 所以你只要就是舍得爆枪 就是手速快一点 一枪打死两个人这些之类的 这个摩托车一开了 基本上你的射程就大于他 大于这种敌人的射程了 就很简单 然后这个摩托车还可以开到里面来 配合这个 配合我们这个情报员 在敌人脑后开一枪的这种 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下 什么叫老后开枪 行行是开枪 你看我现在站在他后面啊 我在这个地方开枪 他就死到老场 我把枪一收起了还没人 当然开枪之后就警报了 大家看到没有 一段警报了这边这个 这个宪兵就出来了 这个红衣服的宪兵许诺队就马上出来了 居然有用敢在赌场里面开枪 我们在那个什么电影 电影《急速追杀2》里面 有两个人在那个独场里面开枪 第一个杀手 比较小排直接被那个独场老板就地正法了 第二个在那个独场里面开枪的人呢 就是那个主角 姬鲁里维斯 他比较大排 那个独场老板呢 没有敢亲自动手 然后给了那个姬鲁里维斯 两小时的太多时间 两小时之后呢 那个杀手酒店的所有杀手都收到了一条命令 然后呢就是命令他们去杀那个姬鲁里维斯 我们呢还不知道那个第三部什么时候拍出来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盟军敢死队 他们在这个里面开枪杀了人 你可想而知 这个这个独场这么多这些县兵 那肯定要一路追杀到天涯海角 也要把这个把这两个人干掉 你敢在在我这个地方捣乱 结果呢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开枪就有这种巡逻队 所以呢你一定要再抢到这个 一定要抢到这个摩托车之后才能 才能这个摩托车呢是个大杀气 我们继续看下一关 这是13呢14啊14啊14关看一下 啊这个是14关我们现在来看15关 好这个是15关 这个15关呢一看就好像和谐很多了 啊就像一个 就像是一个什么就是专门修养的地方 床很大然后差很多 这这这房间的床好像大得离谱了一点 你看这你看这张床 那简直就是说可以躺上去将近十个人都没问题啊 十多二十个人都可以躺上来了 一个枕头就是一米高 一个这个皮这个葡萄酒桶 哎呀你们两个笨蛋居然卡在这个地方从哪里下来的呢 这个地方有门吗 好吧这一关又给了剑底 但他的毒针已经用完了 那这关有尸击尸击尸击有有鲁 然后贝林帽三件套 他又又把公平的夹子偷了 然后公平基本上就属于下岗状态了 这个关卡呢我们还没有打 这个2D版我们可能 2D版我们打过的关卡我们想一下 第一关打了 第三关打了 一二三四关没有打 五关没有打 六关打了 七关没打完 八关打了 老八关打了 九关没有打 十关测试了一下 也算没有打 相当于这个2D版我们才打了可能四关吧 还有十三关没有打 这个呢我们以后慢慢打 这个小 这个关卡好像看着 看着这个很漂亮 这个 这个 这个关卡看着好像 有点那种 就是说这个这个敌人的不防吧 怎么看着 没有什么斜着走的人 好像都是方方正正在走 其他关卡还有那种斜着走转圈的之类 这张关卡的人好像就是全部都是这种 不是横着走就是竖着走 没有那种拐弯木脚乱七八六飘忽不定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还是看一下任务吧 好吧 看样子这些这个这个作者的地图都是由套神提供的 然后这一关的目标呢是干掉地图里面的所有高级军官 间谍呢伪装成服务员 为了不暴露身份 哦这个关他不能扛尸体了 然后呢同样的房内的不会出去 房外的不会进去 然后红衣龙子吉祥兵 他有无敌铠甲 所以只能放箭里来夹断他的腿 这一关比较牛逼 为了防止间谍推人 所有敌民都取消了碰撞体积 如果被发现 会出来一个喇叭撞 但是呢不影响你继续玩 若是想警报 则会出海淀巡逻队 这关和那个娱乐 娱乐三部关刚好相反 这关要是你警报了 出海淀巡逻队你就死定了 因为这关没有油桶了 但是呢这关如果被发现了 那无所谓 最多就出一个喇叭撞 表明你是一个菜鸟而已 这关设置了关联处罚 这个过道的中卫和另外一个人是关联的 他会去呼叫巡逻队 这关有个电话可以让你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 好像我们以前在哪个观看里面也看过 啊对那个巡逻队梦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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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许一声 那个高山观看里面好像也有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他打电话进来之后这个电话就会响 然后这这两个人肯定应该是这个人他就会跑过来接电话 然后这个视野呢就空了 至于这个人呢我们可以让间谍把他的视野转过去 然后呢我们这个贝雷帽就可以谈二皇之道爬进来了 这个人你还看着应该有视野缺口 哎呀你还没视野缺口那我怎么进来 我是不是下载了一个假的版本怎么怎么每一个地方都这么难 贝雷帽在这个地方待命 间谍进来把他定住 然后贝雷帽打电话他转身 那这个要咋办 这关又不能碰 这这这这我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东西啊 怎么搞的这个 哦这关我们还有引诱器 引诱器呢我们可以在在这个地方放下引诱器 引诱器把他定住 视野朝这边看 贝雷呢把他定住 然后呢贝雷帽打电话 然后呢这个转过去 我就可以溜进来 啊这个进门也是可以进的 所以说每一关你一定要利用这个电话 你不利用电话呢你就会发现里面就是说 看门的N个人里面吧 你至少有一个是看不住的 他这个应该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这个地方也是 那每一个门都有电话 那每一个门呢那就是这样 你要用电话分散一个人的注意力 然后呢你才能跑进来 这关没有打而且然比较陌生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边好像有一条狗 这个狗这关有说明吗 狗只会冲着你大叫 除非除非警报响了才会咬你 狗甚至还要守在主人身边 那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好处 在没有想警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把这个白衣人 这个是工程还是什么 把这个服务员给他干掉 然后呢故意让狗看到 这个狗会大叫 然后这个里面的一些人呢 就会听着声音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趁机溜进了 所以说这条狗呢就不能不能杀他 起码我们这间房子可以利用 这间房子也可以利用 看他要是能走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个这间房子和这间房子都可以利用 所以说大家要爱护狗 不要随便的杀狗 城市里面要是狗和人发生了矛盾 那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人去惹了这条狗 因为狗本来就害怕人的 他肯定不会在城市里面主动攻击 因为城市毕竟是人的地盘嘛 这个位置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如果把这个白人杀掉 然后狗就固定在这个地方了 我故意让狗看掉 狗在这个地方叫 这个里面这四个人五个人 搞不好都会听到 这五个人全部看这边 这个人是龙子马 这四个人全部看这边 然后我这个地方 打个电话他转身 然后间谍把这个人定住 诶他妈怎么还少一个呢 引诱器把这个定住 引诱器把这个定住 打电话把这个转向 然后间谍进来把这个人 间谍进来把这个人的视野 朝上 然后这边用狗叫 把这边这 这边这四个人的视野往左边 这样我才爬了进来 诶这个狗还真不能杀 杀到这个地方还进不去了 这个子弹是什么东西啊 这关没狙击枪啊 诶这关有机关枪啊 但又不能开枪吧 这关会出海量巡逻队 那不死定了 这关是不能想警报的 只能让狗叫 嗯 这眼防好像就更简单了 嗯 嗯 这眼防把这个定住 我溜到这下面来 把这下面两个杀了扛走 这个看到到吗 嗯 哎杀了扛走还来不及啊 这研防好像比我们想到要麻烦一点了 这肯定是把它定住 然后我溜下来 溜到这个角落 应该是要把这个杀了扛走 难道这个时间刚好够 我们看一下 这个扫过去 起身杀掉扛起来走 哎根本来不及啊这个 这个来不及的话 这个来不及的话 那就只有把这个定住 然后这个门口利用这边这个时间差 丢一个尸体再扛起来 把这个引下来 把这个人杀掉 这个人 哦 这个地方也剪的 就你把它定住 然后背零帽这个地方开一个开关 然后冲进来杀一个人扛走就行了 这个门就剪的 最难的好像就是这边这个门 必须要用狗 下面这个应该也剪的 然后这间门 这间门用 利用不到狗了 只有这个布话机 只有这个电话 一打他转身 间铁把这个定住 这个应该百分百要定住吧 间铁把这个定住 这个跑不了 然后我还有个引诱器 引诱器 引诱器放下面把这一坨人定住 然后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溜进来 这个应该给我一点缝隙杀他 哎果然有 这个有一点缝隙 我们可以直接丢失地把他引过去杀掉 这个房间也可以进 这个房间我们看一下 打电话他会来接 能不能直接杀掉 直接杀不掉 打电话让他来接 他来接的时候我跑过来把这个杀掉 这个人往上看 我们先在这个地方放一个引诱器 把他拉下来 然后呢这个门大门呢 我们就可以随便看了 好像这个人能看到 看不到 那就不管他 这间房应该是最简单的 还容易了一点 然后这间房 这间房打电话他转身 引诱器把这个转身 然后好像就只有你能看到了吧 就只有他能看到这个门 我们先爬到这个地方待一会儿 等他扫回去的时候 起身杀掉扛起来走 好这个好像刚刚好时间吧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把这个杀了扛走 最后杀完之后从这个地方走 然后这两个呢 我们得用夹子直接把他的腿卷 腿夹掉 夹掉之后马上跑 或者不管这两个人直接跑 这一块呢 看样子难度难度难度不大 就只有这个地方比较难一点 这个地方好像得利用这个狗的叫声 不然这个门都进不去 这个地方这个人不能杀 只能在这个地方杀这个人 然后把狗固定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司机在这个地方 故意让狗看到 狗就在这边大叫 然后里面这一堆人就听这边去了 这个是那个 这是多少关呢 这是15关 15关还是14关 15关好像是 我们还有两关了 这是15关 这个关卡呢 好像比较简单吧 15关比较简单 这个关卡 大床房 大床房关卡 我们来看16关 好 这是16关 我们这个一开头就看到了一个什么 极 极其奇怪的东西 卧槽 这个是机关炮 不光是红色的兵的 头上还有一挺 这个 好像是那种MG-12之类的那种 连色速射机枪吧 反正它的名称呢 既然取叫机关炮 应该是开炮的 一击毙命 我们这边三个人出生在这个位置 好几啊 看一下道具 你这个贝勒帽 每一关都把这个夹子 工兵的夹子给抢走 让工兵怎么上场 这关狙击手 居然破天红了 初始就给了五颗子弹 水鬼还是老样子 那说明这一关 这个狙击手会大发光彩 我们来看看这个全局 全局有四块水塘 四块水塘 四辆车 三辆吉布车 一辆卡车 卡车不用说了 肯定我坐来逃跑的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好 这个地图看样子都是由套神提供了 然后本关设置了 没有设置警报出发 所以说这一关可以随便的让尸体被敌人看到 但是每一个敌方单位都设置了被嗨处罚 军机枪打空地也会嗨 军机枪怎么可能拿去打空地呢 他妈太浪费子弹了 军机枪打空地敌人发出阿拉森 也会执行被嗨处罚 敌人如果要嗨的话 那还需要这个阿拉森干嘛呢 就不需要阿拉森啊 如果如果触发了这个三个将军就坐车跑路了 但将军不是任务目标 如果跑了也就算了 那就相当于这一关没有那个警报出发了 你可以随便警报 随便警报随便被人看到 那这一关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清场关卡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死党的可能 然后红色机枪是人形巡逻艇 军机枪可以一枪干掉 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水鬼呢也能剪老大的引诱器 然后在潜水游走 老大打开引诱器 可以把水鬼的水池 老大可以打开引诱器 相当于那个引诱器在水鬼身上 然后呢老大是开光 相当于引诱器就被两个人利用了 水鬼可以潜水到很远的地方来开 水鬼可以把水池里的小木船收进背包 本关任务目标是十个单兵中尉 两个盖世太保 两个巡逻队中尉 这关的目标就是清场 杀这个中级军官 盖世太保应该算高级军官 这关看小地图的人数来说 两百人 这关估计只有两百人 或者一百多 一百多到两百人反正 不超过两百人 这个不超过两百人的话 这个关卡又是没有警报的 所以这个关卡它就是一个 就回到了这个标准的战术型关卡 就说标标准准的战术型关卡 你可以随便触发 随便警报 反正那几个当作那些人 都是附加的 无所谓 然后这关的目标呢 就是杀掉这个地图上的 那个那几个中级军官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既然这样说了 这个难度就会很大 哎呀 这个机关炮还转这么快 好吧 一个机关炮 两个机关炮 三个机关炮 四个五个六个 这个地方就有六个七个 八个机关炮 那就说最少要八颗子弹 我们现在身上有五颗 这个地方有一个箱子 两个箱子 三个箱子 三个箱子 要是一个箱子 一颗子弹的话 刚好八颗子弹 八颗子弹 这个巡逻队呢 我们用第一关的战术来杀 巡逻队是可以干掉的 八颗子弹杀掉八个红兵 剩下的就只有交给了这个水鬼和这个贝里帽 水鬼和贝里帽 那这一关是老大和老三配合的关卡 老大和老三配合的关卡 狙击手呢 就是目标干掉这几个机关炮 一枪打爆他们 这一关难度肯定会很大 因为它既然可以让你 没有设置那种十档触发 没有设置十档触发的关卡 一般难度就会高于那种有十档触发的关卡 我们随便看一下 这条路封死了的只能从这个左边走 左边也封死了的 好像有一点缝隙 他要转过去就好吧 这个可以引过来干掉 狙击手跑过来把他拘掉 狙击手跑过来把他拘掉 这个人我就可以干掉了 然后这个人 看这边吗 这个人引过来也干掉 这个人引过来也干掉 这关开局还是简单 开局我们就到这个位置了 到这个位置狙击手又把他拘掉 然后这两个人的话 有鱼叉的话就直接双杀 这个人也可以解决 这个人这么简单吗 这个人引过来杀掉 这个人引过来杀掉 这两个人一枪双杀 这两个人一枪双杀 真这么简单吗 这个杀不掉 我就说吧 那这条路堵死了 这个地方干不掉 这个地方是彻底的死路了 这个地方是彻底的死路 那我们这个人引下来杀掉 因为这个人来回走 这个人我杀得掉吗 这个人也可以杀掉 这个人我们可以杀掉 这个可以干掉 这个好像干不掉 把这个刚好看不到 这个可以杀掉 我们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可以杀掉 先杀这个 这个引过来杀掉 这个就可以杀掉 这光看得到好像好简单的 这个时候水鬼就可以下水了 下水之后把这个皮挖艇拿着 然后再带着引诱器走到这上面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开引诱器 然后这边的移动哨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再游到这边 然后再开引诱器 然后这一大堆移动哨就跑这边来了 然后呢 我们背对罢就一口去杀光 等于这关的这个移动哨呢 基本上就好解决了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解决 通过这个水下 水下引诱器 对啊 我们这个水鬼能下水 这个地方下水 下水到这个地方来开引诱器 这个视野就朝上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溜到这个位置来了 这个地方好像跑不过去吧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跑过来 好像跑不过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移动哨干掉 这个移动哨就被干掉了 我们在这边放夹子 这个移动哨还没法干掉 我要是干掉之后 我这个引诱器就没法解脱了 因为这个一解脱就会被这个人看到 这个尸体扛不走 这个尸体扛不走 那这边还是死路 这颗子弹还拿不到吗 这个地方迟早也要打 我们看一下如果 这上面都打完了 我从上面来的话 这上面也过不来 这上面 上面可以用这个办法 水鬼 水鬼不能浪费啊 水鬼要是浪费了 狙击枪不行嘛 这个应该是让老二拿着引诱器 老二把引诱器放在这个位置才对 但是我现在没法放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还是解决不了 这上面的移动哨没有了之后 这些固定哨好像都很简的 基本上就可以到这个路口了 这个这个红兵也锯掉 这个也锯掉 这两个双杀掉 因为这些都是移动哨吧 直接就可以引诱过来扛走 这边这边一大片也就没有了 这边一大片没有了 等于右下角 四分之一的地方就可以解决了 又压角四分之一的地方解决之后 这个地方就很麻烦了 这个地方是很麻烦的 过不去 因为你要杀他吧 又得先干掉这个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人也很烦 从上面绕过来好像都不行 这又开手到他的也杀不掉 杀了扛走也不够时间 然后呢我们这个人也可以干掉 这边有箱子吧 这边没有箱子 我五个子弹已经用完了 打到这个地方五个子弹已经用光了 这好像我们把顺序走错了吧 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箱子 这个地方有一发子弹 那可以把这个干掉 干掉之后我们看能不能上来 我们这个地方开引游器可以把这边的移动套全部引到这个角落来 引到这个角落来 再把这一堆的引到这上面来 然后我再下来 再丢一个尸体在这后面 就把这些移动套全部引下来了 哦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一群的全部就说 这个这条盒子所有人吧 这条盒子所有移动套 我们都可以把它引过来干掉 没有了这一堆移动套之后 我看这个移动套没有了之后 这个人好像可以干掉 哎干不掉 这个人都干不掉 这个地方我还是上不去 这个地方上不去 只有往中间走 中间走这条路也是死路 然后这条路 这个红鸣还没干掉 这条路也是死路 那就没路啊 只有这个地方还有一点 这个地方还有个红鸣也没干掉 那就是死路 那这个没对啊 全是死路了 全是死路了 那这款顺序估计不是历史的应该是顺序的来的 这个箱子里面的子弹肯定不止一颗 这一颗子弹的话感觉是打不走的 因为刚才我们分析的每一个地方的那个子弹全部打在红鸣身上 一发都没有浪费掉 而这个红鸣你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必须要开枪打的 不打根本过不去 所以说这一关的这个争取的应该是应该是从这边下手 因为这个地方有箱子 这个地方有箱子 这个地方还有箱子 这个箱子里面的子弹 四个箱子 对啊 刚才六颗子弹 我按这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上面还有个八个 有九颗子弹 但是我们现在八个八个子弹已经浪费掉了 我们等于只溶于了一颗子弹 只溶于一颗子弹的话 那这个肯定要开枪了 这个人必须要开枪杀 我们这个地方刚开始我们这个地方引诱到之后 这些人已经引诱完了 我们开枪把这个人杀死 然后水鬼双杀把这个杀了 然后马上跑过来 这个人已经死了 马上跑过来把他的势力扛走 然后把这个人杀掉 然后这边我们就多拿了一颗子弹 相当于把这个子弹拿回来了 那这样子弹刚好够 那这样子弹就够了 这个地方还有子弹 那这个子弹就可以刚刚好赶上这个进度 这个我们就从这个孙师身上路线了这个子弹就刚刚好够 刚好够了之后 这个右上角我们过不去 右上角过不去 我们只能从左边来 左边来我们看一下 红兵已经全部干掉了 现在地路上没有红兵的时候 地路上没有红兵 这两个我们双杀干掉 这两个引走 这边这些全部都可以干掉 一看就可以干掉 引诱去引诱过来 爬过来杀掉 这个从后面绕过去 这个视野应该 这个视野刚好看不到 这些也都看不到 那这一坨就全部过 这一大片就解决了 然后继续往上走 这两这些移动事要都解决了 都没有了 现在相当于 然后这个人 鱼枪干掉 然后子弹 最后一发子弹 这些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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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可以干掉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固定上 这个固定上我们双杀 被帽爬过来 然后水鬼这边开枪 他把他杀掉 然后我们就到达了这个位置 这么大一坨 然后往右 这个封死了 这边也封死了 那只有水鬼一条路了 这个红瓶已经没有了 水鬼在这个位置 我们水鬼下水 水鬼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 水鬼在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地方上不去啊 那只能在这个位置 那只能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这里又有一个人 水鬼他妈这个上不去啊 没有路可以上啊 唯一的机会就这个位置 那就应该是这个位置 这个时间差好像刚好配合的 这个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刚刚好上岸 我们看这个摆动幅度 哎不对啊 还是上不去啊 上岸你跑不动 这个怎么过来的呢 这边是肯定不行 封死了 这个也是封死了 两个又是窿子 这两个人动都动不了 这边也是动不了 这边虽然这两个不是窿子 但是我没有办法绕过去 而且也跑不上去 这个地方我看能跑上去吗 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跑上来 但是跑上来 这个人又看到的 也跑不上来 这条路也不可能 只有这一条路 我这一条路怎么上岸呢兄弟 我水鬼游到这个地方 我怎么上岸呢 这个人我干不掉啊 趴在这个位置 我要是趴在这个位置 这个人能看到吗 刚好移开 这时间差不对啊 这个窿子又改变不了 他的时间差 这没地方上岸呢 这一关好像 这这关是不是作者弄错了 这这关能过 这一关作者能过 难道 难道这关这个小木船是带这档属性的 我们把这个小木船水鬼收在身上 然后然后游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瞬间可以起身的 应该那就是这个位置吧 我们当作上面的这这这些时间差都很配合我 也不对啊 好像都没有位置啊 红兵已经干掉了 就只有这一个 我连起身放木船的机会都没有啊 这个风格死死的 这个地方放不出来 没有没有什么卵用 这个地方卡不过去 我看一下这个说明呢 这个地方如果被嗨的话 被嗨指示将军跑路 他没有 这关没有取诺队 没有兵营 那我水鬼水鬼强行这个地方上岸 强行上岸 这个将军我杀不掉了 我刚好还有一发子弹 那这一发子弹就是杀这个将军的 先把这个将军杀掉 我们我们最后一发子弹是杀这个将军的 把前面八发子弹全部用掉了 最后这发子弹杀这个将军 把这个将军杀了之后 这一关就可以随便嗨了 虽然我们这个水鬼上岸 直接把这个杀掉 然后让我们水鬼躲到这个角落来 再把他杀掉 但是好像杀掉了也没卵用啊 这个终点不是在这几个人身上 这个人我干不掉啊 我狙击手如果不杀这个将军先杀你了 这个人可以引走 然后这边我水鬼这边开引诱器 把这一大票人都钉在这边 然后狙击手把他杀掉 啊对就就这个样子 水鬼在这个地方埋着 开引诱器 然后这上面的人全部被吸引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那个狙击手把这个关键人物干掉 最后一发子弹 啊就这关子弹一颗都不能浪费 狙击手把他干掉 然后呢 我这个背雷帽就可以溜上来 把他的尸体扛到这个位置 或者直接扛回来 这边这些人全部就可以杀掉了 全部都是背对我的相当于 然后呢 这两个人是 哎不对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人 两个人看这条路 难道狙击手杀这个人 狙击手没有地方杀这个人 这个人被这两个人保护的 好吧好像这条路不通 我们我们好像只能从这边来下手 我们现在只有一发子弹 这个也是看死了的 啊这边也是行不通的 哎呀这这这这关 这关怎么搞的 最后要过关的时候 居然卡住了 没有路了 真没有路 好吧这关我们就这样吧 这个前面好像都讲解的差不多 就最后这个地方好像是卡住了 这关也没有司机 车也不能开 我们这关的道具了 我们这个地方引诱器 引诱器 引诱器在水轨身上 水轨跑这些地方 好像没什么卵用 我们这关好像就在最后这个地方吧 暂时分析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呢是这个16关 我们来看最后一关吧 最后一关呢就是17关 这个2D版呢最目前就出出出出出到这个位置 好这个17关 开局就这样 好吧这关开局出来这个公民就被敌人指着 看样子是动弹不抖 我们这关有司机 有贝雷帽 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 又是可以随便跑的 好吧这关也是套神提供的地图 这关呢任务栏也是轻土 然后炸掉坦克 由于本关要让司机用炉打地转身 这关战术看样子是和第三关一样的 所以地图啦 没有设置警报 所以让这关也没有兵营 所以我们可以随便杀人放火了 然后灰皮绿皮红皮 受了被嗨触发 被嗨时候会怎么样呢 还没说呢 公民在中间 可以尽早营救他 多个公民多个甲子 哦对要是不就 不先就公民被嗨了的话 然后这个公民就玩玩玩玩了 被嗨还会触发一两坦克 然后你就无法撤离 这样你就死党了 这一关是不能警报的关卡 否则会死党 被嗨会触发坦克 警报警报好像没有说 哦这关没有警报 那这关只要不被敌人看到本人就行 不被敌人看到敢死队员就行 至于尸体敌人看不看得到 无所谓啦 然后这关有很多关联兵 红一兵都是关联兵 不要随便杀 然后这关也有透明的人 然后这关为了不妨碍过关 尸体带有足够量的 所以你就随便的用吧 想装逼的话就节约 高中玩家呢就不要被敌人看到 连尸体也不要被敌人看到 连尸体 尸体可以让敌人看 但是不能让敌人看 随便看 看到时候就把他杀掉 我们来看看这个迷宫地图的全景 这个迷宫地图的全景 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呢这四个坦克呢 我们也看到了 在四个角上 迷宫外面呢是没有敌人的 迷宫正中间呢 就是我们该死的那个工兵 又要我们去营救 因为他身上带了个夹子吧 我们看在这个夹子的份上 也得把他救出 不救他出来的话 遇到那种需要双杀的地方 我们 好像也能双杀 所以这个工兵有什么用呢 难道这关还有需要三杀的地方 这关是个迷宫地图 然后呢又让我们使用这个炉打地战术 按道理说这关应该很简单 为什么这样说呢 像这里面这些人 我们都可以在外面 用炉打地的时候吸引他转身 这种呢是窿子就没用 但这个就可以用 这个就可以利用了 然后 哎呀这个坦克还是开着的啊 好吧这个坦克是寻宫模式 我们还是可以溜到这个边缘来的 然后看看这个边缘 有哪些不是窿子的 哎怎么都是窿子了 哎你那个边缘全是窿子吗 哦这个不是窿子 这个不是窿子 这两个我们可以在外面 弩打地 然后把他们干掉 这个也行 这个也行 好吧 然后 然后其他的 反正就是说那种步枪兵 我们可以在隔壁开一枪 然后把它吸引住 这一关开局我们看老大 嗯哼 老大和司机在这个门口 這個盧打地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給大家演示一下吧 你別擋著我啊 我被誰看到的啊 我都沒注意 我剛才被誰看到的啊 把刀抽出來 盧打地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們把盧抽出來 對著這個地方開一槍 然後被馬肉跑進來雙殺 這個坦克原來是這個意思 原來這個被敵被嗨之後 出發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地方出了一兩坦克 把我們的車裡臉給擋住了 這兩坦克也是死的嗎 活的 但這兩坦克我們還是可以炸掉的 我在背後炸就行了 這個地方他擋著的 這兩坦克出發沒有 這兩坦克沒有出發 這兩坦克是沒有出發的 等於這兩坦克是壞掉的 這個盧打地戰術呢 實際上就沒什麼難度 是 有盧打地的話 這個觀感就會簡單很多了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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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人為什麼會 這個地方 這個就簡單了 我們直接把這兩個人殺掉 然後呢 在那個 我們 然後把這個人 然後把這個人 用屍體把他引出來就行了 剛才我們著急了一點 打這個角落 你看這輕鬆就幹掉兩個人 好然後把這個人引出來 我們就躲在這個位置 這個人過來看的時候 再把他幹掉 這一發弩 我們就可以殺掉三個人 這四個角落 四個坦克 然後這邊這個坦克沒有出發 居然看不到 你說我這個丟得這麼巧 好吧 這這這這這響起的警報 這坦克也出來了 也有死打 我們我們就模 模擬戰術吧 我們就不實際操作了 模擬戰術呢 大家就認真聽著 然後這邊開箱把這兩個幹掉 然後這邊丟個屍體把這個引出來 然後這個人 把這個人有縫起 這個地方丟個屍體把他引過來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看到到嗎 沒這個怎麼搞 這個我們就 我看一下這個射程呢 哦 他的射程剛好留了這個餘地 我們這個司機 跑到這個地方 開一發弩 他也可以殺掉 殺掉他的時候 這個會不會聽的聲音 跑出來還不知道 這個是籠子 不用管 這個這個人 估計可以引出來 等他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這個司機 在這個地方準備好 等這個走回來的時候 我們把他 殺掉這個沒用 他不會叫 那這個無所謂 那先把他殺掉 嘖 然後就這個了 我們先怎麼搞 哦 對啊 我們還忘記了這個人 這個人我們是隨便跑的啊 這是我們的中立陣營的 這是誰 這關卷沒有表明他的身份 我們來看一看 情報員 偽裝見諜 好吧 情報員 你這個盟軍情報員 在敵樂事宜裡面 隨便跑 太他媽的囂張了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推人戰術 大家看到沒有 這個推人戰術 然後呢 我們 我們背影帽 利用他轉過去的時候 就會爬到這個位置來了 然後呢 這個就可以殺掉了 然後呢 我們繼續推他 然後司機過來 一弩把他殺掉 再把他殺掉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到這個位置了 進到這個位置 可以把他殺掉 然後呢 我們司機到這邊來 開一弩 他轉身的時候 然後這邊 背影帽把他殺掉 然後順便把屍體扛走 然後再利用司機開一弩 然後 這個司機在這個地方開一弩 他的事也轉過來 他的事也轉過來 然後呢 我們這個 背影帽在這個地方 衝進來一口氣雙殺 然後呢 這個就簡單了 所以說這個開局就開了 嘖 然後進到這一塊 進到這一塊 看樣子還是得利用這邊盧打地 他轉身的時候我爬過來 爬過來之後我把他殺掉 爬過來之後這個是可以殺掉的 這個殺掉 這些移動上全部就可以引出來 這邊兩個人隨便撞一撞 我們看這個能撞嗎 能撞的話這一坨也解決了 這個應該看不到這邊吧 看得到也無所謂 這個可以撞 嘖 那這個我們有引游器嗎 嗯哼 沒有引游器這一罐 這一罐沒有引游器 那我們把這個幹掉之後 這個現在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引出來 所以說這些人都是沒有的了 這個地方我們裸開一槍 就把他幹掉 他跑出來的時候被雷帽再捅他一刀 這個人的話就更簡單 這個地方繞了進來 先把他幹掉 然後這個還幹不掉 可以這個剛好這個有時間差 這個也可以幹掉 這一坨就打完了 然後繼續往這個地方走 等他這個人繞過去的時候 看我被雷帽時間夠不夠 把被雷帽時間足夠 過來把他殺了扛走 然後這個 這個這個地方丟個屍體 這個這個引出來 這個丟個屍體也可以引出來 這 然後我們看這個能不能撞的 你居然能看這麼遠 你也能看嗎 你不能看 這個能撞 那這個地方也解決了 然後就到了這個路口 我們到達這個路口之後 突然發現這有兩個相向巡邏的 這個地方呢我們就需要一個技巧 不停地撞這個人 把他們的時間差 撞撞撞撞撞撞 最後呢他們兩個就會同向行駛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人幹掉 這兩個人幹掉之後 我們看這邊能不能撞 這個這個好像太遠了 我們直接外面打一槍 然後就把這個幹掉 OK 到墨炎為止啊 好像已經用了五根弩了 買了這個地圖還打了一小呀 居然就用了五根弩了 然後這個地方是巡邏隊 我們用弩一二三 就用兩發弩 然後最後一個呢 用貝雷茂拿刀去撞 或者是同時去撒都可以 這個巡邏隊也就解決了 然後這個地方 這些可以引誘的 就隨便引 這些都可以引誘 這些移動車都可以引出來 這幾個看不到 暫時可以不管他們幾個 這個看不到嗎 看不到直接爬進來 就把這兩個殺掉了 然後我們就到達了這個地方 離工兵馬上就到了 這個已經引走了 這個也引走了 這個也殺掉了 然後這個也可以殺掉 這個也殺掉 這個先引走再殺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就進來了 工兵就成功的救走了 這個救工兵的路線還是很簡單的 最多你就用 用我們打了這麼一大頭 才用了十個弩之內 你是肯定可以 可以把這個工兵救出來的 所以這一關我們就放心用吧 然後這些地方就很簡單 然後這些地方就很簡單了 這個跑過來殺掉 這些殺掉 這些殺掉 然後到達這個路口 這四個人估計要用兩根弩 這兩個是同步視野 他們兩個都往裡面轉 然後這個時候我衝進來 把他殺掉 把他殺掉 把他這個人看到這個被殺 會跑下來 再把他們兩個殺掉 然後貝雷帽從後面 我們得等他往裡面走的時候 然後這個視野剛好往這邊掃的時候 殺他貝雷帽來殺他 等於這個時候要用 我看一根弩 兩根弩 最少一根弩 然後貝雷帽因為要殺他的話 這個地方要用兩根弩 等他往回走 然後這個視野往回掃的時候 就現在一樣 我衝進來 然後殺掉這個 再殺掉這個 貝雷帽衝進來殺這個 這個已經跑下來 殺完這個之後 貝雷帽再殺這個 這個地方兩個弩可以解決 然後再把屍地扛走 這個我們前面可以把他引走的 這個就先不用管 對這個地方我還沒有進來 這個應該是爬起來跑進來 給他一槍 然後呢 這個地方要用一根弩 這個地方兩根弩 這種移動燒應該都是可以推的 這個就沒什麼了 這個也可以引走 那這個地方就要用四根弩這一拖 四根弩 四根弩吧 然後就到了這邊 這些移動燒都不用管 四根弩到達這個位置 這個風死了的和他對槍 因為工兵我們已經救了 這個地方就可以四五雞蛋的和他對槍了 這個人的視野應該會晃開的 應該應該這邊晃開 然後給我一個空隙和他對槍 因為他是龍子嘛 聽不到的 你看剛剛好 我們就可以對槍把他殺死 他看到了 等他隨便叫 反正無所謂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過來了 過到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置之後好像 就沒有什麼難點了 這些好像視野都很大 我們就隨便便便就可以溜進去 被龍帽隨隨便便溜進去 這個視野也大 我們這個地方就可以爬下來了 這個地方我們現在就到達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之後這個可以直接溜進去殺 這個拿那個引出來 我們直接拿盧把它殺掉 這個跑下來 被龍帽背後補一刀 然後到達這個位置 先到這個地方躲一下 躲一下 把這個殺掉扛走 扛回來 然後這個 衝過來拿弩殺 我看來得及嗎 這個拿弩殺好像都來不及啊 又是拼槍 拼一槍把它殺掉 這個地方又用了三根弩了 拼一槍把它殺掉 然後這邊兩個對色 用一根弩 然後加一刀就可以把他們幹掉 這個看到到嗎 這個看不到 那這個地方就打開了 那這個地方就打開了 這個地方打開之後 這個地方打開之後 我們往下走 這個移動到引走 這個背後捅死 然後這個 這個引過去殺死 然後這兩個殺死 這個殺死 這個殺死 然後到達這個位置 這個也拿弩殺死 這個地方一根弩 然後到這個位置 這個不動的話 這個不動的話就肯定可以推的 因為它如果不能推的話 你這個視野又不動 我拿弩一弩 都沒辦法 所以說呢 這個這個我們應該是可以推動 然後這兩個一起殺掉 然後我們到這個位置 這個這個兩個對色的 這兩個對色的呢 我們這個就簡單一點 我們我們得先把這邊清掉 我們這條路是從哪裡 從這個地方來 這有一個對色的 這個要是給我一個口子的話 我衝下來給他一弩就行了 然後貝雷帽衝過來補刀 把這個衝不下來 衝不下來 那就可以推的 那就把它推來轉身 然後這個 司機和貝雷帽吧 貝雷帽 貝雷帽一個人殺兩個應該來得及 然後這些都是可以引走的 隨便推一下讓他轉身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到達了這一塊 這一塊這些都是零星的 我們都可以幹掉 然後到達這條路 這條路也都簡單 然後呢我們就到達了這個位置 然後呢我們就到達這個位置 怎麼又又又按錯地方了 你看這兩個對色的 但是其他人已經沒有了 這個地方你就只看這兩個對色的人 我們這個地方讓那個 這個這個呢也算幹掉了 因為這些好像都很簡單 直接直接彎過來就全部幹掉 剩下這兩個對色燒的時候 我只要拿司機在這個地方躲一下 然後給他一 給他一局 然後呢這個死掉了 我貝雷帽就可以從後面把它殺掉 這個地方也是一弩 差不多打到這個地方好像又用了 又用了五根堵吧 差不多現在已經用了十根堵了 十三根之類吧應該是 十三根堵之類 然後呢我們打這上面 十三根堵 這個視野不動的 那就應該可以推 推了之後衝進來殺掉 這些好像這個房間也很簡單 然後這邊這個入口 這邊這個入口 因為這個地方有個缺口 衝進來殺了走人 隨便他叫 反正工兵已經救了 這個沒空洗 那我們就只在外面打一弩 然後讓他轉身 這個地方 比如我們到這個地方打一弩 他的視野就會看這邊 然後貝雷帽衝進來把他殺掉 然後這個人 那這個人又是雙殺 我們這邊已經可以繞過來了 這邊殺掉 那又和剛才那個一樣 這個司機在這個地方把他殺掉 貝雷帽這邊把他殺掉 這個應該剛好看不到 剛好看不到 那這邊就打完了 然後最後 最後這個通道 這個通道我們衝進來 兩個人被 被刀把他們殺掉 然後這個 這個會走到這個地方 也可以殺掉 這個 這個我這個地方丟屍體 也可以殺掉 剛才我好像看著一個什麼奇怪的東西 剛才居然我發現一個奇怪的東西 怎麼前面還沒有注意過呢 大家注意看 你這個人居然是兩個人 你這個人居然是兩個人 這個也可以隨便殺 這個我在背後打一槍 轉身 然後衝進來把他殺掉 這個地方我可以爬過來吧 先把他殺掉 殺掉他這個會跑 跑上來 跑上來繼續把他殺掉 反正不怕報警 然後呢 這個位置我們看一下能不能衝進來 好 衝不進來 我們直接衝進來 一爐把它幹掉 這個地方用掉一根爐了 兩根爐 前上面還有一個打地 兩根爐 十五根爐 現在 十五根爐 然後這個幹掉 這個幹掉 這個這個看這個面壁子 我就不管他 然後我直接衝過來 這個人有個人幫他看守 誒 不是面壁子 有空起衝過來 衝過來一爐把它幹掉 然後這個這個跑上來看他 被冒捕刀 然後這邊這個 這邊這個也剪的 先在這個地方丟一個屍體 他看到了會大腳 然後這個人會轉身去看這個屍體 我就先把它幹掉 剩下這個人和他拼槍就行了 嘖 我還看一下那個坦克出場的條件是什麼 為了防止救出工兵 在人盾農子吉祥兵 被害害出一兩坦克 那就說明這個我們全程 全程的話只有警報 沒有被敵人看到過 打到這個位置 用了十五發到二十發弩 算二十發吧 這裏面好像就沒有什麼難度了 這個這個如果視野不變就可以撞 他視野要變的話 好像和這個是關聯的 但我直接衝下來好像也來得及 這個地方一發 一發弩就可以解決了 這個無所謂 這個和他同步殺 這個實際衝下來殺他的時候 被人包衝過來殺他 所以這個地方一根弩 以後全程我們好像二十根弩 就可以解決了 二十根弩解決 只警報 不會那個 哦 只被那個敵人看到屍體 但是呢 不會觸發這個坦克 不會被敵人看到本體 不會看到我們的盟軍感死隊 這一關呢 就這樣 好像好像這一關 戰術上還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捨得用那個弩就行了 但這個二十根弩 他既然說足夠多 估計應該應該就差不多 剛好二十根吧 我們實際上 應該沒有用到二十根 剛才我們說了這個順序 應該說沒有用到二十根 然後呢 這一關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就是 這個情報語言 我們很多地方實際上都是默認 那個視頻是不能推的 所以呢 這個弩應該 應該我們認真打的話 應該在十五根以內 十五根以內 應該可以把這個地圖打完的 這個呢 是一個迷宮地圖 打完之後呢 然後 應該拿到四個炸彈 因為有四輛坦克嘛 我們來看看這個炸彈在哪裡 這個地方一個 兩個炸彈 兩個炸彈 他媽怎麼才兩個炸彈 不可能又讓我坦克互轟吧 這個坦克開到這個地方 好像還是看不到啊 這上面坦克這麼遠 我們來找一下炸彈呢 怎麼少了 少了兩個呢 這開局一個最裡面 這個迷宮的 然後我們進來的路線 我們按照我們進來的這個流程走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這個地方兩個 兩個 這沒炸彈呢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三個 然後我們跟著這邊 然後我們跟著這邊繞回來 這條路繞回來 這條路繞回來 咦 還有個炸彈在哪裡呢 哦這個地方 還太不顯眼了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炸彈 剛好四個炸彈炸四輛坦克 這個這個關卡呢 四個炸彈炸四輛坦克 就這樣輕鬆搞定 雖然說他這個坦克吧 都是啟動的 有360度 但實際上呢 他是有那個時間差的 我們爬回去炸掉他 或者這個炸彈放在這個 等他過來之後 把時間算好 也是很簡單的 最後把這個炸掉 然後呢 四個人就跑 就逃走了 比如說我不幹掉 我直接跑 不管工兵了 工兵要氣得吐血 工兵一個人在這個地方 孤苦伶仃 你們他媽的 這三個人都給我跑了 這個呢就是這個 P-L-E-S-K-I-N 這個2D版的最後一關 目前吧 那個更新的最後一關 17關 是一個超級迷宮 這個迷宮看著呢 還是很複雜的 雖然說路線很簡單 但是好多地方吧 他的這個兵力不防吧 有點有點超出我們的想像 這個2D版呢 我們今天這個 介紹完了之後呢 他這個一共是17關 17關 我們打過的觀察欄 只有 第一關 第三關 第七關 第八關 哎 他媽才打四個關卡 第六關也打了 打了五個關卡 但是第八關 已經被替換過 第八關等於是個小型關卡 忽略不計 那就算 那我們認真打的關卡 就只有第一關 第三關 第六關和第七關 只打了四關 之所以才打四關呢 因為的確難度太大了 要是直播 直播來打這個 打這個2D版的話 可能導致 直播一天 估計都打 打打打不過一關 都是 打不過一關 不說開局 可能都開不了遊戲關卡 因為畢竟太難了 我們今天這個分析欄看的 是很簡單的 但是還是有好些觀看 我們沒有找到答案的 這個呢 我們以後就說 正式打的時候 我們一關一關的 來慢慢打 反正打不過呢 我們就重打 錄箱呢 我們肯定是用那種打過的再說 這個呢 就是 我們今天這個直播的內容吧 我們就把那個2D 盟軍改死隊 身中敵後的這個2D戰術版的 這個所有關卡 全部都介紹完了 這個2D版17關呢 我們一共介紹了兩次 這個呢是第二次 這個呢也是最後一關了 所以呢 大家喜歡這個關卡呢 就可以到這個公眾下載點 MODDB去下載 當然了 你要是 想第一時間獲取資料呢 也可以加發這個Q群 383647604 但前提呢 你得 會註冊這種私人帳號 我們呢 我們建議呢 還是去這種MODDB下載 因為這個好處呢 就是說 你不會洩露自己的任何隱私 直接點它就下載 下載就可以了 不需要註冊的 今天這個直播呢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這個迷宮呢 我們就作為這個結束吧 我就不切換到 其他畫面去了 因為下載下載的地址呢 我可以已經給大家說明白了 嗯 今天也差不多了 大家 再見